最近在網路上出現了一堆的營業 其實營業非常好看 但是營業有個很大的缺點 長很慢 這個呢 這一批應該都算是偏營業型的個體 現在網路上有看到什麼綠色營業 應該就是偏這一類型的個體 其實這整片都是 因為這個是同一支平描出來的 有啦,這兩顆不是 這兩顆不是 那這兩顆是另外一個平描的 但是其實其他顆像這個都是同一個平描出來的 所以你看他父母本長下來的小朋友都長得很像對不對 長得很像 那都是偏營業型的個體 那這一類型最近其實蠻火紅的 營業的個體有個小缺點 長得比較慢 那當然跟你的環境跟你的照顧方式也有關係 那基本上還是長得比較慢 他大概是一般個體的一半的速度以下 甚至有非常非常慢的個體 那其實呢 你看大小差異非常多 大的可以到已經到這麼大的 小的還這麼小 差很多同樣的兄弟姐妹 這一批大概是去年年底出平的 去年年底出平的大概已經接近 接近十個月左右的時間 十個月左右的時間 不過今年的長法的狀況下 明年初可能有機會有幾顆會開花 你可以看這個大小大概就是小苗的大小 那這個大小再大一些些就有機會可以開花 甚至有些這樣子就可以開花 所以呢 他的成長期就相對長比較多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營業個體就是閃閃發光 你看喔 這個是營業 我們看一下一般的 假設一般的個體應該長什麼 因為他個應該長成這樣子 差很多 這就是綠色的 這是銀色的 所以呢 這一批就是一批閃發亮的個體 但是長得比較慢 長得比較慢 相對而言慢 非常非常多 那基本上兩年以後呢 他的開花性才會穩定下來 大小也才會穩定下來 那在一年左右 大概就是在這個再大一些些 就差不多了 大一些就差不多 所以成長速度不快 成長速度 尤其如果你買到營業個體的話 成長速度就緩慢緩慢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飼養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他就是慢慢行的長 慢慢行的長 像這個就是這種 他這個的大小就是快很多 這個是史塔基 這是史塔基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買營業的話 最近當然很多人放出來 那價格不是非常的便宜 因為 有點 大家 物以稀為貴 所以價格就往上拉 那所以變成說 價格就比較高一些些 那最近很多型的個體 像沒有搬的營業 然後有搬的營業 然後有些是搬很少 像我這個搬就比較多 這搬就比較多 那全部都帶營的 夏天都帶營的 其實史塔 史塔 如果冬天有些會帶營色 有些會帶營色 那如果呢 夏天呢 他也會帶有營色的話 這表示他營色是固定的 像這個都是固定的 那帶營色的狀況 就是長速度會變慢很多 主要還是他的業率數 就比較少 就是帶有營的 表示他業率就減少 那這時候他成長速度 就會慢很多很多很多 大概慢到一倍左右 我如果通常種這種 這種大小的話 大概可能半年多一點點 就種得到了 甚至再短一些些 會短很多 那這個營業型的個體 就變成慢很多 你看還有現在小小小 這樣子 這是那種小描型態 這個甚至我在其他地方出品 就比他大顆了 所以呢 這個也沒辦法 個體就是這樣子 但是好看 這是他的優點之一 你看嘛 整片這樣子 這邊大概20顆以上 那20顆以上 如果整片都是很大顆的營業 那一定是非常漂亮 那基本上 我的種法 你看現在這個都可以採開了 這個是 他是一個大的板子 然後 上面種5顆 那像這個就可以把它切開 就把它切開 因為他的掌的速度 真的比想像中的慢很多 慢很多 像這個也是 這個都10 那 像我現在 你看到顏色是 有經過調整 就是簡單說 我把曝光值往下降 所以他才會看得出來 如果你看到正常曝光值下來 他就爆掉 顏色是爆掉 所以我必須把曝光值 往下降一點點 你的營業的顏色 才會看得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所以這個就是之前 現在大概有人說 什麼綠色的營業 就帶有綠底的營業 那其實這一類型的 真的是長的速度慢很多 慢很多 那像裡頭 現在目前整批最大顆就是他 跟他 你看就是要慢很多 還 大概10個月左右的時間 大概10個月 大概11個月 我記得好像是冬天出的 秋冬出的 那當然秋冬不會長 所以其實進到夏天才開始成長 那所以呢 速度相對的慢很多 那慢很多的狀況下 你就慢慢來吧 也沒辦法急 這個就是等他慢慢長 然後 在原子的話 有些會把那個長很慢的淘汰掉 像那種有些長很慢 像這個 這個長很慢 非常非常慢 他的速度就是比一般的再慢一倍以上 對 我也有中過這種不會長的個體 像我之前 有跟人家買營業型的個體 到現在那個大小還是小苗 而且都不會大 已經過一年半了 一年半了 所以其實說不定是要換個環境 他可能會好一些些 所以你可以看他整批的兄弟 兄弟姐妹豬裡頭 一定會有長比較快的 像這個 像這個 那一定會長比較慢的 像這個 這種就是個體性的差異 那在野外 或者是在人工環境下 那種長比較慢的 有可能會被 淘汰掉 就會被 處理掉了 簡單的說他就是 賣掉啦 或者是 銷售出去 因為他長太慢了 那比較大的個體 可能就會保留下來 讓他下一次做育種用 讓他長比較快的狀況 所以呢 還是會隨著 環境有所改變 有所影響 所以你在 如果你想要營業的話 其實你就要有耐心 基本上我覺得 從小苗長到開花豬 可能需要到兩年的時間 甚至一年半到兩年 應該是跑不太掉 因為他速度實在是有點緩慢 實在是有點緩慢 相對一般型的個體 大概緩慢的 至少很多 至少一 我覺得大概是在一倍到以上 所以你會發現 同樣的個體 在水分充足的狀況下 營業長得非常慢 但是一般正常的個體 是長的速度 我覺得不是非常的慢 大概 是少他的一倍 如果是我正常養的這種 這種 大概已經可以到這樣子的大小了 同樣的大小 同樣的時間的環境狀況 他可以長到 比較大 大很多 那 當然呢 跟你的環境有關係 像我這邊就比較乾 那 在比較乾的環境下 會比較慢一些些 或比較慢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用盆植 他速度也會加快 看你的種植方法 看你的環境 看你給他的水分的多少 都有關係 但水分太多也會爛掉啊 所以這個就非常的麻煩的是 你要會澆水 澆水 澆水就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學問 你如果把你的蘭花澆水澆好 那可能就是需要每個人的去調控的狀況 因為水呢 水能載舟易能復舟對不對 水太多 都會爛掉 水太少會長太慢 好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頻道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這個就是 一批的營業個體 一批的營業個體 好 我們先見囉 拜拜